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7日第一集 今天节目又来 一开波就见到战斧导弹 真是不讲得少 刚才那些是今早9点多钟 那几颗导弹 美国射那几颗导弹去敘利亚 一颗很贵的 百几万美金一颗 一千万颗 射六十颗 射六个亿额 美国多少钱啊 当然啦 今天美国开飞龙数字 飞龙数字 预测也好 经济好 纳税多 有钱肥 今早这件事就划破长空 看到刚才射箱都很漂亮 不过就少很多人 这些政治的东西 应该是突发事件 今天就想讲一下 因为这件事就引发有少少关于市场心理的 那些可以用来讲一讲 在第一节那里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就讲一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选股戏 现在大件事了 选股戏好像上了毒人 现在我收到很多WhatsApp 收到很多Facebook 就这样过来问 就好像已经开始做了比喇把 已经开始 但是有少少麻烦了 上个礼拜给重点三个 重点三个 那数字就是 谁呀 老人痴呆症 Facebook帖出来了 大家都看到 那三个就是 首选842 次选70 再选就是 看看 这个 次选70 再选833 是不是 这三个应该 先看看 首选842 这个就是上个礼拜 对 次选70 这是次选 好了 电脑 麻烦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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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升完礼拜一之后 礼拜二三就调整 今天又涨上去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礼拜一 礼拜一因为 买了朋友 礼拜一 其实这些股票全部礼拜一 上午开始买都买一次 不一定是礼拜五买 虽然我接过礼拜五赶 就用收市价去找个股票 礼拜一上午都是开这些位置 不是差很远 首选842 上个礼拜其实挺不错 第一天已经升了7% 你都看到了 开市在这里 慢慢升到上顶 次选 回来次选跑出了 次选就是海王集团 海王这些股 每个星期都有很多个股票 为什么这些我会 先前还记得习美呢 习美现在还升得挺帥 当然选股器就是靠 它触动我的条件 它就会爆出来 所以我就会去找一堆触动我的条件 今天留下这本 这本部就会做节目的那本部 这本部现在很多人想打劫 因为里面有了我 其实由选股起来第一天 每一集都说哪几只 今天多 今天有二四六 今天都有十几只 但今天十几只有没有好处 今天十几只都很平均 而且都挺帥 上几集那些 有些是参差一点 就是百几只 选择了十几只 十几只里面有几只 这样是精一点的 比如上星期选择这三只精一点 今天精一点的都有六七只 到时你自己喜欢选择哪一只 自己选择 如果选择精 今集也有第三只我会说 也有六七只有几只精的 OK 你长期不走 而开始走的时候 其实是好东西 我觉得那个力量是隔有的 这番说话 上一集我都有说 应该是推荐习美 这些时候我都会略略提高 这些公司 因为其他公司 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很多都是走个名字出来 看到他们的成交买买 都可以入到的 不会买不到 当然不买得很多 你买几百万的未必买到 几十万买到的 那买几次 但正如上一集跟你说 你不要只想 漂亮那边 你要想衰那边才行 万一跳不切 跳不切的时候 就很大件事 所以这些我就控制不了 我只能控制到 就是选择那几只股 提供指示给你的 这只股价都很出位 一天升了 星期一已经升了23% 第三只股价 第三只股价 第三选就是这个 华逊833 833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已经选过很多次了 这只股价出过来几次 上一集节目又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 都给你们慢慢买 买下买下 然后下午才开始来了 到尾 三只股价都很不错 今晚希望介绍 那几只股价也有这些效果 希望 在付费区会员那里 前天推出了 叫他买一只 354的 中国软件 我还在持有 我申报一下 因为我是持牌人士 都还在持有 有没有触动到我的指舌 那个位置 4.4 我都会继续持有 借这里讲一讲 上星期 其实选股就选了四只 包括刚刚这三只 还有我在付费区那里 中间都跳了一只出来 给大家 就是刚才说的那只 好了 好了 选股器都不错 另外一个多不错呢 就是上个星期 买油 箱底买油 这件事都很肯定 就是跟我们玩了这么久 技术分析的 这件油 电脑 麻烦你去到电脑了 这件油 这件箱底 我们节目上个星期在这里 52元 一定去到 52元 你看到就是单边 挺英俊 这一节很容易出入 这一节 就跟今早你问 战虎导弹 是不是很直接扯上关系呢 由此看 其实昨天也有点上来 52元 52元 这些位置 这个箱底目标 基本上都差不多 就快去到 是不是 就是说 今天这条料 是不是很直接 今天就 最後踢到他 踢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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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高一点 今天很明显就是这样 不过 如果你是有心看的 留意一下这里 这个就不可不提 这条 说 OK 应该第二节 说多一点 OK 看看能不能够力 很明显 有就好像 今天的day high 53元左右 就好像 有条阻力线 在后面这里 就压住它 OK 那这个箱底 上个星期很成功 也是很漂亮的 一个箱底 为什么它漂亮呢 因为它升穿了之后 它后抽都是被这条 箱底线托住了 就是50元水平了 接着就出这些羊竹 那如果你是为 这一天不敢买的时候 出那些羊竹 这些就应该够胆 买吧 即是50元四毛指 50元四毛指 都应该够胆买的 所以 甚至乎去到51元 那你最高今天 3元才2元 2元一千桶一手 那是2000元 2000元美金 2000元美金 你做两三手 都几千元美金 挺不错 OK 那当然了 如果这只油升的 那你是做三桶油的 那你买股票的 也可以 都可以 那我相信都应该挺不错 应该都可以 我没有看那几个油 应该加一按 看看833那些 会变成怎样 好了 那今早刚才那几条飞弹 还有射了些什么出来呢 那今早就射了一些油走 射了上去 那另外一件事 那些人真是被抢债券 那十年期债息 今早就无端端闪了下去 然后就输了下去 那现在四点钟收市了 现在其实去到差不多五点了 那去到五点的时候 今早下落了去又收回 又收回上来 那所以你看到那条金 那今天就顺应 那这里满下来 它自然会抽上去 那但是金这些位置 就破了先前这堆顶的了 你问我买不买 我不买 为什么我不买呢 因为债息都不是向下收穿 收穿就说收穿整个东西而已 又未收穿 第一 第二 它现在仍是五点钟了 今晚还有飞龙阿姨阿珠 那等它今晚收市先吧 如果今晚收穿 收在上面 那你就在星期一买 或者今晚收市才买 现在买到的了 因为今晚开模式 今晚开飞龙 飞龙预测 几个铺都不是一样 有些是17万多 有些是增长 有些是增长23万多 我们在第二节拆解一下 用回我们自己的方法 不要相信人 相信我们自己 但是这样 但今次飞龙 待会再说 第二节再说 好了 这一节讲完 刚才的几支导弹 其实我想讲一点点 挺有趣的 就是 回应朋友的提问 在我们Facebook那里 我尽量提问的朋友 我会回应 尽量在付费专区Facebook里面回应 对付费会员公平一点 我尽量在那边 有问题 会在那边回应 但未必一定全部回应 我会回应 有时我未必在Facebook里面回应 有时我未必看 所以 所以 有时你也看到我 你问一句 我都答一句 我刚刚按着了 有些空闲时间 都可以回应 我都会回应 都会回应 无所谓的 所以 如果答问题 就尽量在那边 有些朋友就说 我买了你市国际 我买了你市国际 我可不可以止蝕走 应该这么说 因为每一次 我应该做推介的时候 我都会推介 止蝕位 止蝕位 你不做止蝕 然后再跌下去 然后再问 可不可以做止蝕 其实我很难回答你 我只要回答你 那你为什么不做止蝕呢 买股票 这又牽涉第三件事 就是 最近我和一个同事 在那边聊天聊天 我的火火都会扯火 他说 我都说一些东西升 一些东西跌 那你为什么会斩头 为什么会 其实在做买卖里面 其实是有几个知识 很多时候 很多人在想事情 很简单 只是想蝕体跌 其实 都很错 因为除了蝕体方向之后 下一步骤 你就是要 看看你自己 想要些什么 包括 你是不是要做很短线 还是要做中线 做完这个决定之后 看看你自己有多少钱 多少钱里面 再想想你自己 用多少钱 输得起多少钱 记住 是输得起多少钱 你预计 你预计投资 你预计那些钱 是输了的 你才可以买 所有投资工具 都是 除了一层楼 因为一层楼要住 其他东西 对你来说都是新外物 所以 你炒任何这些东西 你预计得 放得下去那些钱 你预计输了 好了 你说我没可能输了 如果你不想输了 你便买一些 没有机会爆 机会率会爆的资产 即是小一点 小一点 那个爆的机会率 小一点的资产 那譬如说 以我们用股票 用其他 在股票的立場上哪些會很穩定 不會爆 短期不會爆 可能四大巷也不會爆 可能匯豐也不會爆 可能中夷也不會爆 這些如果有信號的時候 你就可以帶著這些坎 如果有信號的話 所以你看到有時候我們提供這些號碼 那些股票可能是小一點的 因為可能一注票十萬八萬 你已經數到一格 這些就自己量力而為 或者你真的很喜歡的 你就滲一下去買 而且走的時候 因為日日要決定走 究竟是否要離開 所以你又要考慮這些 所以其實整個圖畫是有很多東西要考慮的 就這樣很簡單 看聲看跌 不是的 看完聲看跌之後 還要去看你的註碼 怎樣落註 怎樣加註 怎樣離場 這些全部是一塊東西來的 不能讓你拆散 因為中間是很多變化和變數 而且東西變得很快 等於證言所說 我都在Facebook上 post 我上星期也說買DALLA YEN 我也要買DALLA YEN 那我再去買DALLA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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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完之後上去 又跌下來 我也還未找到 因為左邊的腳還未穿 那我DALLA YEN 我DALLA YEN 我現在又回到DALLA YEN 所以我覺得 就要這樣玩 一定要放DALLA YEN 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不多不少 你一定 譬如譬如炒匯 炒指數 炒油等 有時候 爛倒就像我們那樣 有時候要靠一些想像力 因為 正如DALLA YEN 好像砌油邊的箱底的時候 我要拼搏 但我拼搏就買個右邊的箱底 等於剛才那幅有圖一樣 如果有圖的時候 有兩種取態 在有圖 說回這幅有圖 等於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正在這些位置拼搏 這個油 我上個星期節目 就説成了贏 這裏就買油 那你便贏了這段 但如果我要拼搏的時候 我就要拼搏這段 明白嗎 當然我去拼搏的時候 其實可以拼搏 因為我跌穿這腳 如果以Yen來說跌穿這邊 跌穿這邊的時候 我就已經斬頭 幾十點 可以賭得過 但如果我拼搏的時候 我可以拼搏這段 我都頗金 所以永遠都是很公平的 是吧 風險和利潤成正比的 我要拼搏 比較容易的 我當然是有風險 那我不想拼搏 我就等於Yen 好像油一樣 炒完箱底 穿了幾十點才可以 但是不同 現在我去拼搏 我就拼小柱 我拼搏了之後 我就推下去 策略又不一樣 雖然都是提升 但是我在這裏買 我就 我預了去輸 但是如果我拼搏的話 我就買了一個好位 那我拼搏了上面的時候 這個我就不動了 然後這一節 我就開始 當雙底去處理 可以重一點 弄它 所以 是有少少 技巧在後面 除了 單邊看 除了比市昇預跌之外 就在Facebook 應該是 D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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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Facebook 也發出來了 她發出來了 有時 發出來了 都挺中肯的 而且她都說 駁右肩 我也覺得 挺不錯的 我也 發出來了 剛剛都是這樣玩的 遊戲是這樣玩的 你喜歡駁的郵堅 可能Perry都有類同的想法 當然是這樣的 你要在浪底做英雄的當然有些風險 但你駁到幾個人 所以這個世界很公平 一樣 如果買了的時候 也用回我剛才所說 不破110的就繼續再看它 破了就有它避一避 等下一次機會 就是這樣 這一節大致上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二節 開始講一下這個禮拜的轉鼓器 好 稍後見